据外媒妞,Atlis报道, 今日,哈佛大学的科学家们,带领一支国际团队, 开发出一种新的复合材料表面, 通过此场的应用,并可以根据需要重新塑造其形状, 粘性或光滑性。 该团队称,其创造了一种含有切磁流体的液态注入多孔表面, 正如这种表面名称首字幕缩略词所暗示的那样, 它只在在不同状态之间搬转, 它通过其两个复合部件, 一种含有磁性颗粒的液体, 和一种具微效文理结构的固体机材的相互作用来实现。 当离开自己的设备时, 铁磁流体遍布基板的顶部, 形成光滑的表面, 但是当施加磁场时, 铁磁流体将更接近它下面的形状, 从而改变表面材料的性质, 例如,它可能变成粘合剂, 或仅在一个方向上提供摩擦, 这样,可以通过改变基板的解合形状, 所使用的铁磁流体的类型, 以及色场的强度和位置等来调整, 用于不同的目的, 它也可以在在厘米, 草米或微米水平上产生变化。 该团队表示, 这种多功能性可用于广泛的应用, 例如用物质图附的管道, 可以连续地奔送液体。 细菇和颗粒可以以非常特定的方式, 用于微型制造, 不同液体的液滴, 可以在精确的时间混合, 进行化石反应, 或者它可以使表面自我清洁对抗细菌事物模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放吻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